我們今天黃富汐的大家長 季將軍這麼熱心的安排 全國各地的黃富汐黨 各個縣市主委都到現場 我以為是黃富汐的一份子 特別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我們朱立倫朱主席 總統候選人侯友宜市長 邵康兄 黃秘書長 各位所有的各位長官 各位黃富汐的先進 各位黃富汐的將士們 還有今天非常辛苦的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剛才聽到朱立倫主席講 我突然想到一個笑話 有一個人看那個小孩子 小朋友啊 你長得眉睛目秀啊 你功課很好吧 你很孝順爸媽嘛 對 哇 我覺得你將他長大 一定很有出息 你可以幫我去買一包香菸啊 主席先幫我戴個帽子 還好我禿頭都不怕帽子壓 我懂他的辛苦的屬婦啊 還有選外資因我都了解 但是今天來這裡參加黃富汐的 真的是一個大家庭的感覺 昨天我在台中 跟我軍校的同學 從18歲到現在 每一個都領了老人證 昨天晚上在台中吃飯喝酒 已經領了 侯市長也領了 都領了 然後呢 這個我這個軍校同學 兩個都上校退 開始大老騷子 我酒一喝 我這個 不知道老婆我愛不愛 但是 我真的 我愛中華民國啊 我說 我說 我說有這麼緊張 有這麼激動嗎 真的我每天都睡不著覺 我真的煩惱 甚至不是你跟老婆處得不好嗎 你以前追她都追得很認真啊 你每次寫情書 最後結語的時候 還問我要怎麼結語 我都給你建議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產絕難 他就笑了 但是他代表真正的憂慮 各位親愛的黃富汐的將士們 各位先進們 全世界的軍人只做兩件事 一個打仗 一個準備打仗 黃富汐就是堅定這個信念 我們一心一意在部隊 就是思想單純 目標明確 保護這個國家 但是2024年 我們不是用槍保護 而是用手上這一張選票 我們務必要集中所有的力量 要講的話很多 思想現在也很混亂 到處東南西北都聽到不同的聲音 到處聽到叛息的聲音 但是黃富汐的將士很清楚 我們受過嚴謹的軍事訓練 當黃富汐的先進們 將士們 靜下心來 把心靜下 我們已經可以感覺到 遙遠的戰鼓已經雷起來 我們有這個敏感度 也有這個權局觀 也有這種動息力 我們深深了解 中華民國2024年 是最重要 最神聖的一場選戰 戰鼓已經雷起來 所以黃富汐 在任何情況之下 不要動搖 就像我那個同學一樣 夫妻為了中華民國 時常吵起來 老婆罵他 你煩惱那麼多幹什麼 你好好睡覺 好好過日子不行嗎 老公在家裡 職業退伍軍委下來 每天哀聲嘆氣 每天煩惱 因為很多人不了解 這世界上真正的英雄是 真正的豪傑是什麼 真正的勇士是什麼 只有四個字 為國為民 黃富汐的將士們 一生就是為國為民 這個價值觀 我們永遠不敢忘記 四十多年來 我歷任了不同的工作 當過秘書 當過警衛 賣過菜 當過立法委員 當過高雄市長 午夜夢回 我依然時常回到18歲 在陸軍官校操場上 那個翻滾 跌爬 那種訓練 我依然回到那個情境 我依然不敢忘記 我們的最中心的信仰 為國為民 所以建議 黃富汐所有的黨部門 所有的先進 我們今天秉持著四句話 放在心裡 我們熱愛中華民國 我們熱愛美麗台灣 我們熱愛中華文化 我們也熱愛自由民主 這是黃富汐 永遠不變的信念 拜託大家 心煩的時候 想到夜襲 最後四句話 值得那信號一響 值得那信號一亮 我們就將會 打一場 轟轟烈烈的聲道 好不好 好